6月28日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出现在冲城附近的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 日方紧急发出警告 不过我海洋调查船直接无视了警告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而且还抛下了现状神秘物体继续实施作业 这一举动让日方紧张并持续发出警告 甚至也派出飞机进行监视 据悉这是2018年来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该片海域进行的第二次科考工作 上一次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一艘科研船只为什么让日本如此紧张呢 这还要从近段时间美国飞机频频飞往东海地区执行任务说起 整个6月份美军先后派出多种主力战机 包括F-22、B-52以及坠毁了一架的F-15 数次飞抵东部海域其中一次更是飞入我防空识别区 开始外界始终在猜测美军的目的 直到一架B-52 在我国春海油气田上方盘全而过 才明白了美国和日本到底是在窥探什么 这片油气田绝对称得上是我们的一块宝地 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田 春小油气田年产气量近25亿立方米 这让日本十分的眼红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小岛国资源十分的匮乏 看到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块宝地 自然会想方设法地从中分一杯羹 因此日本非常险恶地提出了一种中间线的说法 将中日两国中间的海域平分 并指出该原则是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得出的 东部海域虽然没有化解 但是我们从未接受过这种说法 在2005年时春小油气田正式投产 实际上就算按所谓的中间线原则 目前我们开采的区域距离中间线也还有一段距离 日本显然不会轻易放弃 表示除了天然气以外 在海洋底部还埋藏有不少资源 这些资源跨越多个国家 按照国际惯例需要按比例分配 可是以日本目前的能力根本无法探查清楚 深埋在海洋底部资源的具体数量 所以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在看到中国科考船投下探测物的时候高度紧张 深怕会收集到有利于我们划封海域分配资源的证据